学生们陆陆续续抵达校园 先通过体温测量才能进入学校上课 春节假期结束 花莲是全台唯一提早开学的县市 全县的中小学约有两万名学生 同步七号就开学 原本全国中小学都在十一号才开学 不过花莲因为四月中要举办全中运 到时候赛事期间将会停课 因此新学期提早四天开学 有些学生表示提早上课很高兴 也有同学说爬不起来 因应新学期展开 花莲县政府也要求各个公所 在开学日前完成校园消毒工作 针对县内国中小以及幼儿园 等校园内加强防疫清销 学校也因应指挥中心规定 全校师生施打两剂疫苗 未施打疫苗者也按自主健康管理 每周缴交快塞报告 让师生能够安心上课